Hello各位,我是Vacer 理想的纯电SUV终于要来了 这期给大家做了提前的预测曝光 说个题外话 我这期预测的理想i6 提前给周围的朋友看了看 他们对于理想纯电SUV的外观评价 两极分化严重 首先说说名字 理想机车今年7月份注册了i商表 所以原本被称为M系列的纯电车 大概率要被改名为i系列了 和赠程L系列共同组成LI 即使理想的理也避免了华为问界M系列出名 咱就是不知道宝马会不会有意见 其次产品方面 网络上已经有了大量理想纯电SUV的叠照了 尤其是这条视频 第一次出现了三车同框 按照外观造型 车子的尺寸 i系列纯电SUV大概率会被划分为678三个车型 定位大家可以参照L系列678来 这其中理想i8尺寸最大 叠照最多 我之前预测过基本长这样 而这期我要为大家曝光的就是其中 尺寸最小 造型最为运动 大概率也是以后价格最低 最为走量的理想i6了 价格很可能在20到30万 这个区间 来看设计 在水滴状造型能带来最低风阻系数这个理念之下 诞生的理想mega的造型大家都不陌生了 而理想i系列纯电也依旧延续了mega的设计性 整体造型基本一致 可以说延续这个备受争议的造型 坚持自我的理想还是投铁的 那设计会有啥改进吗 理想i6作为纯电系列里尺寸最小的SUV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设计点的 尤其是这一张在理想工厂门口拍摄的叠照 我们很清楚的发现 地柱之后造型 尾门取理想i6的设计 相比mega要更加的外突 此外整体比例也更加的运动 比如大尺寸的车轮 更加下压的车顶 以及外突的肩部设计 如果说理想i8还有点接近mega的比例 那理想i6就很SUV了 来直接上效果图 大家感受一下 理想i6这个车侧 车尾设计 你能给起 做新车预测呢 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网上的能看到的图片或者素材太少了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自己去路过一下 比如我这会儿呢 就正好路过了一下 这个理想汽车在顺义的总部 然后后边这里 哎呀你看 路过一下还真能有收获 比如高度伪装的i6就被我看到了 来到车头 相比于理想mega整车更加浑然一体的设计 理想i系列的SUV的设计 都还是保持着传统SUV前仓的设计方式 也保留着更加肌肉感的形面转折设计 理想经典的灯环设计也是得到了保留 不过相比于mega上 那个完全融合到车头的设计 i6的灯组是外图式的设计 其实关于理想mega这个灯环的放置位置 我之前还真请教过他们的设计总监问 他告诉我 灯环放置在这个位置 不放置在车头 最靠前的位置是为了振车头看过去 不是那种大头娃娃的效果 车头设计咱也就预测出来了 理想i系列纯电SUV车头 基本都是这个造型 来吧理想i6呢 我们就整个的给预测出来了 如果定价在25万左右 那自然就会对标到极客7X 乐道L60 阿维塔07 质机LS6 以及特斯拉Model Y 这些强大的对手 那如果给你选 你会选谁呢 理想啊 一直主打的就是家庭用车 所以不管是外观造型还是车内设计 都是严谨的设计服务于功能 但理想i6啊 大家如果看我这个预测呢 就会发现整体的造型啊 还蛮年轻运动化的 好嘛 我这想改装一下的心啊 又骚动起来了 默默给这家伙 来了一个亮光黑色的轮媒 同时呢 也尝试了一下 在灰色系之外 来一个更加挑拓的橙色起面 哎 怎么样 大家感受一下 这样子的理想 理想Mega这款车 相当创新的外观 以及一些文化方面的不确定因素 导致这款车呢 一直都伴随着争议 昨晚呢 50多万的价格 小众的MPV品类 以及之前理想并不完善的纯电不能体系 也让Mega的销量啊 一直不高 而这个市场反应呢 也直接影响到了理想整个企业的决策 原本呢 计划在今年发布的纯电SUV 也直接延后到了明年 大概率是第一季度发布 其实啊 我个人呢 是蛮喜欢Mega的这套设计的 在造型严重同质化的MPV市场 Mega的设计呢 是独一份的创新存在 当然啊 设计师并不是为了标性利益 才做了这个造型啊 而是以风阻为道向 选择了水滴型设计 而理想Mega呢 也是我见过最好看的 水滴型交通工具设计 那么问题来了 包括我预测的理想i6在内的 理想纯电SUV这套设计啊 我周围的朋友评价两极风华 你现在能接受了吗 如果量产 你会买吗 评论区等你的回复哦 好了 我是喜欢玩画各种系织设计的Visor 咱下期再见